黑衣男子手持木棍 不停爆砸路邊黑色轎車 從車尾一路砸到車頭 車窗玻璃車燈全都碎了金光 百萬名車被砸得面目全非 这起砸车事件 发生在新竹市烛光路 一号下午4点 车主将车停在冰狼滩右前方 并留下电话 冰狼滩开电后 担心受到影响 联络车主要求将轎车移至别处 但车主一下说刚起床 一下说要喂狗推拖6个小时 冰狼滩业者便拿出木棍 向黑色轿车悬嫌怒火 巨大声响惊动附近住户 过程全被手机露了下来 车主到现场发现爱车面目全非 报警后七七败坏 跑去冰狼滩和店员理论 警方赶至现场将车主驾离 但男子情绪仍非常不稳不停叫嚣 冰狼滩店员也不甘示弱 走上前想和车主继续争执 遭到警方警告后 禁止着远警鼻子开始破口大骂 一言不合就动手冲动的行为 也让自己吃上官司 杂热的冰狼滩电影员 最后因毁损罪处理 移送发办 记者何梦先谢叔雅新主报导 总和你根本来说 这边是193月1日的冰狼滩电影员 果宁就有在余权上跟老虎线刊